古真小南烟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 好看club创作岛达榜比赛活动 欢迎大家在南烟的视频下方 为南烟圈出知识点 多多点击有用按钮 祝南烟登岛 感谢每一位家人朋友们的支持 参加活动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抽展的按钮哦 这样子还有机会 可以获取iPhone的大奖哟 欢迎大家多多圈出知识点 谢谢大家 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古真基础教程里面的 悬盘的一个十字末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这个扎桩塔 我跟大家说过说 这个扎桩塔这个十字末 跟悬盘的有点像 对 那它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敲 那这个演奏方式呢 一样的就是 手是不能跳 不能跳 不能跳 手 手 手帮手臂还是不动 这样子动 敲打 包括中指也是这么弹 名指也是这么弹 这三个手指的演奏方法是一样的 这三个手指都是一样的 往手心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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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大拇指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不要这样子 那食指呢一样食指也是很多朋友会小朋友会这么弹出来 所以是往手心勾 中指也是往手心勾 名指也是往手心勾 这三个手指的演奏方法是一样的 都不能放在琴弦上 看着去弹 都是一样的 三个手指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跳手腕 不要跳手腕 这样子的话 我们在后面的快速直屈啊 里面的这个弦弹 才能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这个刚开始学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